你各位啊 定位人 你各位 订阅了吗 欢迎一起订阅胡闹二虎 并且加入胡闹二虎的LINE社群 取得胡闹二虎的所有最新资讯 也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的二虎相关知识 欢迎大家去胡闹二虎的点书 置顶贴文处 点选连结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社群 那就开始今天的正片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完全没有在闹的胡闹二虎 大家是不是常常把连工跟连结线搞混呢 也不能怪你们 长得太像了 就像大家常常会把我认成彭于晏 那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长得太像了 不要瞎掰好吗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连工跟连结线的差异吧 那我现在上面列了两个例子 上面这个红色夸弧呢 就是连结线跟连工的记号 它们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 那你可以马上回答我 是一号还是二号 哪一个是连结线呢 答案呢 就是一号 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一号跟二号的差别 其实只有一个小地方不一样而已 那就是呢 这个夸弧下面的两个音都是Do 那这边呢是Do跟Re 所以呢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 如果它是同音的话 它就是连结线 那如果它是不同音的话 它就是连工 那我们现在简单解释一下它的意思 连工的话 就是我们连工里面的音 都用同音弓来拉 那假设像这样 Do Re 没有连工记号的话 我们就要分成两弓来拉 像这样 好 那今天如果上面有连工记号呢 这两个音就要用同音弓来拉 不管它是拉弓还是推弓 或是 好 那连工呢 它要连几个音都可以 假设它跨弧跨了八个音 这八个 我们这八个音也就是要用连工来拉 像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连接线 一样 我们现在先不加连接线 用下面这个例子来举例 那我们是不是在拉这个三个音的时候 是不是 两个半拍的Do 加一个一拍的Do 变成这样 那我们今天如果像这样加上连接线呢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连接线它的意思 连接线呢 就是它后面这个相同的音 我们不用再拉一次 但是呢 要延续它的拍场 所以像这边的Do有半拍 那要继续接着这个拍场 所以呢 前面这个Do 我们就要拉半拍 加上一拍的长度 也就是一拍半 所以它拉起来会变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总共就只有拉两个Do而已 第三个Do 就不用再换音功 好 那现在大家有分清楚 连工跟连接线的差异了吗 看完这部影片 可以去拿乐谱来看一下 哪些是连接线 哪些是连工 试着自己去分辨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助我们分享加订阅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